炎症细胞、细菌、病毒等组成的 咳痰通常是身体自我清理呼吸道的一种反应 有助于清除异物、病原体和其他有害物质 以下是一些关于咳痰的重要信息 病因咳痰可以是多种呼吸道问题的症状 如感冒、流感、支气管炎、肺炎、哮喘 慢性阻塞性肺病、COF的过敏性鼻炎等痰液的颜色 粘稠度和气味可能与病因有关 例如感染引起的痰液可能呈现黄绿色 症状、咳痰时可能伴随其他症状 如咳嗽、胸闷、呼吸困难、发热、喉咙痛等 根据病因的不同 咳痰的性质也会有所不同 如痰液可能是粘稠的、稀薄的、粘液状的、浓性的等 治疗 治疗咳痰的方法取决于病因和症状的严重程度 如果咳痰是由感冒等病毒感染引起的 通常需要休息 充足饮水 避免刺激性物质和保持室内湿度 如果咳痰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 可能需要抗生素治疗 对于慢性呼吸道疾病 可能需要长期管理和药物治疗 在一些情况下 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物理疗法 如盐水漱口、蒸汽吸入等 以帮助稀释痰液和促进排出 注意事项 如果咳痰伴随以下情况 建议尽快就医 咳痰持续时间较长 痰液代血、咳嗽伴有严重胸痛、呼吸困难、发热等 医生会根据症状、体格检查和可能的其他检查结果来评估并制定适当的治疗计划 请注意以上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 如果你有科谈的问题或症状 请咨询医生进行进一步评估和建议